嗨,今天要介绍的是中药石膏 石膏是一种用途广泛的矿物质 实验研究发现,发烧患者使用生石膏 半小时后体温明显降低 并在一个到一个半小时期间药效最明显 且饮用石膏上清液可以减轻口渴的症状 所以生石膏有清热泄火,触犯止渴的功效 临床上常用来治疗流感肺炎等外壳发热的疾病 它就像在胃里放了一块冰,从身体内部降温 而化掉的水还可以继续给身体加湿 至于临床剂量,张锡纯先生曾说 外感有食恶者,放胆用之 所以重要的是辩证准确 那么治疗外感的时候就不用顾虑太多 中药里的石膏分为生石膏和断石膏两种 生石膏的主要成分是二水硫酸钙 而断石膏是将生石膏高温断烧脱水之后得到的 主要成分是无水硫酸钙 断石膏一般外用 大剂量的断石膏抗炎抗菌效果更强 并且可以加速伤口的愈合 临床上也用来治疗湿疹、烧伤等外壳皮肤病 总结一下,生石膏治疗发热的效果很好 而断石膏一般用来伤口愈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